有員警和男子到債主家 一開口就說 檢察官叫我來處理事情 而男子進一步想要減少100萬的欠債 當場被認為警察是來幫忙喬債的 讓債主器的投訴提告 雖然警方澄清 當時是依照檢察官指示辦案 也強調一切都是誤會 走到北面前 一開口就表明身份 甚至還這樣說 原警突然來訪 身邊帶著一名男子 原來他和阿伯有債務糾紛 這時男子趁機開口想減少債務 阿伯一聽這話 再看到兩人一起來 瞬間氣炸了 原來男子母親向阿伯借了200萬 認為利率太高 男子竟然到阿伯家隔壁的糧粉店 網路留言罵阿伯是吸血鬼 店家認為生意受影響 提告妨害名譽 原警一檢察官指示 帶男子到兩粉店 確認阿伯家地址 以及兩人債務關係 誰知道男子趁機開口 想要砍架 才讓阿伯誤會 以為原警是來喬債 不但氣得投訴 甚至報警提告 警方強調 並未介入雙方債務糾紛 原警一檢察官指示 待人確認 沒出示證件 無奈被誤會 還得挨告 記者梁子月斑馬旺家 台北財訪報導 我們趁機開口 石� неё 大�tr tattoo 大垂 大垂 大垒 大垃